大家好,欢迎来到麦子学院 上解课我们学到了我们对象属性相关的一些内容 那我们的自定义对象的这些相关内容呢 我们已经学完了大部分了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对象中的一些内建对象 首先来看一下在内建对象中 我们已经讲过了一些像我们的对象的这个方法 包括属性 那有一些没有讲过 那我们来看一下有哪些 首先先看一下我们的顶层对象 object对象 object对象呢 其实我们也讲过 我们在自定义对象的时候 是不是可以new一个object 同时呢也可以传一个这样的value 这样的形式 那object呢也是我们js中所有对象的一个负极对象 我们所有创建的对象 都继承这个object对象 包括我们自定义的和我们的内建对象 在object中 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里边呢有一些属性 包括方法 那propertype呢 我们的圆形属性 它可以为所有的object类型 对象添加属性 那之后呢这一块我们也会再来讲 接着再看一下object中的这些方法 在方法中首先我们讲过 像我们创建一个基于对象的圆形 基于另一个对象来创建一个对象 那接着也讲过我们的define property 来定义我们的属性 一些相关的特性 像可枚举呀可写呀 包括可配置呀 通过它 包括我们也讲过object的define properties 这是定义多个属性的时候可以使用的 那接着再看下一个 这个case呢我们其实 没有也用过啊 但是也比较简单来看一下 object.case 这个方法呢会返回一个 有给定的所有可枚举的 给定对象的所有可枚举的 自身属性的一个属性名 组成的一个数组 那数组中的属性名的排序 和我们使用full in 循环 便利我们这个对象时返回的顺序是一致的 那这两个主要区别就是 full in还会便利出一个对象 从其原型上继承到的可枚举的属性 它比我们的case多便利一个 也就是我们继承下来的属性 也可以便利得到 那接着看一下 这个方法 它的语法呢 object.case 跟上你要得到的这个对象就可以 它返回的就是 我们由 属性名组成的这样一个数组 那接着我们可以来一个例子 来看一下这个函数怎么来用 首先我们可以定一个 假如说先定一个简单的数组 数组呢 也是我们的内电对象 我们也马上来学 假如说写成一个数组 ABC 数组呢 其实也是我们的对象 接着我们想得到 这里边的属性名 可以通过 object.case object 我们直接弹出 console.log object.case 跟上这个对象就可以 那接着我们来运行一下 好 你看到 确实是我们的属性 数组呢 它的下标从0开始 012 得到了这个属性 先看数组可能不太明显 接着我们再来一个对象 再写一个 VR OVJ 等于一个对象 也可以 我们也可以写成一个 0 对应的值是一个A 或者写成一个C D 接着再写 1 对应的是一个E 2 对应的一个F 也可以 可以 那现在我们的属性 也是012 你想得到它 也可以直接写 console.log object.case obj 接着得到了 我们想要的这个内容 012 当然呢 对于这样的形式 可以 对于其他的 也可以 我们再来写 我们再冲进一个对象 我们可以通过 object obj 或者obj1 等于 object.create 创建一个 第一个是一个空对象 接着我们再来指定一下 我们的属性 首先呢 指定一个属性 假如说我们叫getFull 它对应的值 value 写上一个 对应一个function 也可以 return lase.full 这样的效果 这是没问题的 那写完之后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可以给这个 负一个值 obj1 点 负 等于一个 123 没问题 接着我们想得到 我们的这个属性 对象中的属性 可以通过 object.case 写成一个obj1 那这时候呢 你只会得到什么 得到我们的Full 来看一下 只会得到这个Full 也可以 这是我们的通过case来得到的 它返回的是这样一个书组 如果说你想获取一个对象的所有属性 甚至包括不可美举的 这时候呢 我们也可以通过object 表现一个getownpropertyNames 这是我们之前写过的 你看我们可以再来一个 如果想获取一个对象的所有属性 包括不可美举的 我们可以通过谁呢 可以通过object.getownpropertyNames 就可以实现了 接着我们直接来console.log一下 object.getownpropertyNames 加上我们想得的对象 来试验一下 你看得到了012 接着还有一个lance 等学到数组中 你就知道 它代表数组中 元素的 数组的长度 元素的个数 你看多了一个lance 同样的 得到一个对象 我们也可以把它复制一下 也可以 obj 还有obj1 一起来看一下就可以了 你看得到了012 包括getful 接着还有一个属性 ful属性 这样的效果 也没问题 也没问题 这是我们的 跟属性相关的 接着再往下 看第二个 还有一个什么呢 还有一个想得到一个属性的描述 这个我们是之前写过的 可以通过getownpropertyDescriptor 它是返回指定对象上 一个自由属性 对应的一个属性描述 那属性描述呢 像是否可没局 可配置 可写 包括我们的getset 这就是我们的属性描述 那我们自由属性 指的就是 直接赋予该对象的属性 不是从原形上 进行查找的属性 这个用法呢 也是 object的第二上 getownproperty Descriptor 第一个 你要是哪个对象 对象中的哪个属性 那它返回的 就是这样一个属性的描述 那接着来看一下 如果有这个描述 它返回描述 否则呢 返回一个undefended 如果这个属性不存在 返回的是一个undefended 那这个方法呢 允许 对一个属性 进行一个检索 但我们js中 属性呢 这个不用说了 由名字 和描述 来组成的 那接着来看一下 这个函数我们怎么来用 我们可以再来一个简单的例子 第二个 getownproperty Descriptor 好 我们生命一个对象 假如说我们生命一个 vrobj 等于一个 getful 直接return一个123 那接着来看一下 它的描述 console.lab object.getownproperty descriptor 接着哪个对象 obj对象 要得到哪个属性的描述 foo 这时候我们来看一下 它的描述 object 接着在这里边呢 你可以看到 configure 是否 可 配置 innurable 是否 可 每局 包括 get 和 set set 没有定义 得到的是不是 undefended 对 没问题 同样的 我们再来 顺便一个对象 再写 假如说obj 等于什么呢 假如说等于一个 我们通过对象字面量 再写一个 name 对应的是 pin h 对应的12 也可以 我们通过 console.log object get get obj 接着得到哪个属性的 得到一下 name属性 来运行一下 你看又得到了一个 value是king 可写嘛 可写 innurable 是真 包括configure 也是真 这是我们之前也介绍过的 介绍过的 同样的 你再写一个空对象 在向对象中 我们可以通过 define property 来定义我们的属性 也可以 假如说我们再写一个 假如说obj 等于一个空对象 接着通过object 点 define property 定义我们的属性 obj对象 定义一个test的属性 接着 指定一下它的值 包括描述 value this is a test 指定一下 是否可写 readable 写成一个false 包括指定一下 是否可没举 innurable 也是一个false 包括 是否可配置 configurable 也是一个false 或者是一个处 也行 这是你指定了 这个属性的一个描述 接着我们再来得到一下 console.log object 第二是一个get 得到一下 这个属性的一个描述 test 来看 value this is a test 不可写 包括不可配置 不可 没举 但是可配置 这是按照我们定义时 显示的 这个样子 也没问题 同样的 我们通过 object.create 也可以 你看我们再来写一个 vr一个 obj1 等于一个 对象 接着再上面一个 obj2 基于他来创建 object.create obj1 这时候呢 我们再来得到一下 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想检测一下 这个对象 console.log object.get obj2 接着指定一下 x 试验一下是否可以 你看得到了一个什么呀 undefended 但是在这儿 看一下 为什么呢 我们视频也写了 我们只能得到什么呢 自身属性 而不是从它的原型上 来得到的查找 对 不是通过它的原型上 来得到的查找 那我们obj2的原型是谁呀 是不是obj1呀 其实呢 你想看一下它的原型 也可以 我们可以来通过谁呢 得到一个原型 可以通过 先用一下之后 我们也会说 object.get proto type of obj2 看一下 是不是我们的obj1 对 object.x1 是不是正好是我们的obj1呀 不见的话 你可以让它等于等于 判断一下是否相等 obj1 这时候你来看 返回的是一个true 这样的效果 这样的效果 这是我们通过 get on property descriptor 实现的效果 那接着再往下看 看下一个 这里边还有几个 我们没有说过的 像这个 get propt type of 那这个呢 是不是返回 指定对象的一个原型呀 对吧 也就是 对象内部属性的一个 prototype的一个值 刚才呢 是不是我们也测试过了 是不是也测试过了 这样的效果 可以通过它来实现 通过我们的get prototype of 来实现这个效果 得到一个对象的原型 好 下面像phrase it's frozen 这几个 包括 禁止扩展的 检测是否可扩展 包括我们的密封 是否已经被密封 这些呢 我们已经学过了 就不带着大家再来说了 这是我们object对象中的 一些常用的方法 那接着再往下看 看我们的object 第二prototype 它这里边呢也是 我们说了 所有的对象 都是我们object的 一个衍生对象 所有的对象 都继承了 我们的object 叫prototype的方法和属性 尽管呢 这个属性呢 可以被覆盖 但是呢 它就是我们所说的 圆形 圆形属性 那接着这个属性 你可以看一下 有一个 这个object 叫prototype 这样一个对象 圆形属性 对象属性 它也有一个属性 我们的object 叫prototype 叫constructor 它返回的是一个指向 创建这个对象的 一个圆形的 函数引用 在这里边 我们也需要注意一些内容 首先 这个属性的值 就是那个函数的本身 就是这个函数的本身 接着 它不是一个包含 函数名称的字符串 但向于 对于我们的原始值 这个属性呢 只是一个指读的 所有的对象呢 都会从它的圆形上 继承这样一个 constructor属性 这是我们这个属性 接着再往下 可以看一下 在这里边 在这里边 这个constructor呢 我们说了 可以来试验一下 我们可以写一个 在这儿 在这儿来写就行 constructor 首先我们再什么 一个对象 obj obj3也行 等于一个new object 或者直接来写一个空对象 那这时候你可以来 console.log 给一下 obj3.constructor 看一下 是不是等于我们的object 说了 它的原型 来 如果返回真 证明是对的 同样的数组 它的这个原型 就是我们这个array 返回的就是这样一个字符串 你看 再来写一个 are1等于一个new array 先来用一下 接着 console.log一下 are1.constructor 等于等于array 你看 也是真 包括像我们的这个 内建对象呀 包括函数 都是一样的 假如我们再写一个 VR写成一个 number 或者写一个n 等于new一个number 随便写一个数字 这是我们的内建 number对象 接着你可以看一下 n.constructor 等于等于我们的number 这也是对的 除 包括我们的函数 也可以 再来测试最后一个函数 就可以了 写成一个test 接着我们可以来直接写成一个varf 等于new一个test console.log一下f .constructor 也可以看一下 指向了我们这个函数 function test 这样的效果 这一点需要注意 这一点需要注意 那接着再看一下 我们prototype中 是不是有这样一些 什么呀 方法 像我们学过的 has own property 包括 is prototype of is newable 这几个是我们都用过呀 对吧 还有像toString 包括value of 像toString的 为什么你看我们 某些 每个对象 都可以使用了一个toString 因为它是不是我们的 object.prototype 里面的方法呀 所以说在这块 基本上都继承 所有的对象都继承了我们这个object对象 这里边的这个方法呢 你是不是都可以使用呀 它就是返回一个代表这个对象的一个字符串 用法呢 直接是对象 点一个toString就可以 这样的效果 那接着你看这个value of 它俩差不多 它俩差不多 不是是 是 这个value of呢 返回的也是类似值 即这个对象的本身 用法呢 也是object 点上一个value of 这样的效果 那接着我们来试验一下 简单试验一下就可以 我们这个object对象就要过了 我们可以来写一个 直接写 console.log 写成一个f.toString 正好用了我们这个函数 得到的是object object 当然那你也可以自定义这个方法 也可以 假如说我们再写 将自定义这个toString方法 也没问题 你可以这样来写 test.prototype.toString 假如说你return一个 这是自定义的toString方法 接着我们再调用的时候 来看一下 得到的 就应该是我们自定义这个方法 我们只是简单的测试啊 只是简单的测试 这样的效果 同样的 同样的你也可以这样来写 我们还可以这样 再写一个 上面一个toString 假如说我们等于一个 object.prototype.toString 接着我们就可以直接来写了 就不用每次写那么长了 直接写一个toString 第二一个call 调用一下 像我们的new date 得到的就是这样一个 date的字符串 object.date 你看 object.date console.log 使用的是我们的日期对象 之后也会说 object.date 包括我们的数学对象 也可以 console.log toString .call new mass对象 也没问题 诶 new 我们的这个 不是callmass 直接 写一个mass 得到的是我们的mass object.mass 包括我们的String 也可以 直接把它复制一下 就可以了 newString object.string 这样的效果 包括我们的undefended和not 都可以 undefended 它得到的就是object.undefended 包括我们的not 来看 object undefended 包括object not 这样的效果 这一点 需要注意 这是我们的toString 当然的valueof也是一样的 你可以实验一下 写成一个 obj console.log obj.valueof object.x 属性 1 这样的形式 这是我们object.prototype 中常用的 这样一些方法 包括我们的属性 之后呢 我们还会讲到我们这个圆形 这个圆形 这个呢 很重要 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再往下 看其他的一些对象 首先呢 把我们这个object中 这两个 学到的这个属性 包括方法 大家测试一下 下节课呢 我们再来学我们的number对象 好 这节课呢 我们就上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